我不怕 匹夫尚且有责 我有其会怯怒 我会誓死战斗到底 请党在写过我的斗争中考验我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和谐中华 雨露滋润 和肥贵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古论经》节目 张老师选策略就上九方之头 大家好 我是李婷 前高压力明显 资金恐高的情绪浓厚 市场成交缩减 指数弱势震荡的局面仍将持续吗 做多的主线缺失 市场进入到了混沌期 短期操作是否以短平快为主呢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 您可以关注谈古论经的 微信公众号 发表留言 参与节目互动 您如果想登台亮相 发表真知灼见 可在谈古论经官方微信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稍后会有小片联系您 好了 马上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和今天当场的嘉宾们 一起来听一听 他们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袁建新 你好 袁建新 你好 今天市场又出现了一个下跌 应该说连续三天的一个下跌 是跌幅二日比较深 那么是不是会触发 一轮短线的一个反弹 可能是我们很多投资者 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应该说从下跌的一个角度来说 连续三天的一个下跌 这个出现一次反弹 应该也确实是具备了 这样的一个基础 但我想更为关键的是 回过头来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走落 连续三天的一个下跌 那么场外的一些因素 会不会明天烟消云散 那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都知道 本身很多投资者都期待着 明天凌晨美联储的议席会议 能够尘埃落定 那么作为一个市场的一个变量因素 明天可以烟消云散 但关键它到时候讲什么 是不是像市场预期的那样 这是最后一次各派的一个言论 那如果是的话 那么明天也不见得有多大的一个反弹会发生 因为如果市场对后市的一个预期发生变化的话 那只不过是先知先觉者 最近这几天 是他先采取了一个行动而已 那么回过头来讲 这一次的一个下跌也是多重因素 这个叠加在一块 造成连续三天的一个下跌 那么这主要的一些因素 一是上周五 我们可以看到中正指数系统 是在六月份的第二个周五进行了一个调仓 那么它调仓以后 也使得市场有了一个变数 有些调劲的市场在加仓 但是又调出的市场也有那种抛弃的一个动作 那么在市场比较敏感的一个时期 这种动作就有时候会被放大 那么加上昨天 这个北向资金的一个标的词 也同样发生一个变化 那么这就叠加在一块 引发了部分 我们说这个有程序化交易的 这种性质的一个变化 是造成市场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下跌 因为我们目前A股市场当中 程序化交易还是属于初创期 那这里面有些交易策略呢 同质化的一个程度比较高 尤其是事件性的一个反应当中呢 同质化的一个程度是更高 那同质化程度更高呢 往往助涨助跌啊 影响就会比较大 那么这次呢下跌的时候呢 尤其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下跌的时候呢 那种同质化交易造成的一个下跌的幅度放大 使得市场呢 就感觉上市场下跌幅度是偏大的 那么这次连续三天的一个下跌 基本上把5月25号一天的一个上涨啊 那插的已经差不多了 创业板呢已经全部插去 甚至呢把缺口也已经补去 换句话说 这连续三天的一个下跌 抵得上是一轮的一个下跌 那么问题来了啊 如果说这已经是一轮下跌 或者已经开始啊 那么市场这一轮下跌之后 玩法啊会不会发生变化 我的看法是会的 那其实大家想一下啊 从2440上来的 每一次上涨之后的一个回调 长期的一个盘整 市场的一个玩法 就是在悄悄发生一个变化 等到这种玩法日益成熟 那我们可以看到又一轮上涨起来 那么又一轮上涨起来的一个标志呢 往往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基金啊 又开始在某一方面赚得盆满钵满 那么这一次经过这样的一个回调以后啊 我认为未来的一个玩法 可能也会发生变化 那究竟怎么变化 我们现在可能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我想跟去年7月份到12月 连续这样盘整啊 去指数在摩底 在考验这个底部在哪里 但是板块啊或者说结构性的行情 确实如火如土 所以未来我相信我们在市场在回落的一个过程当中 去摩底的一个过程当中 结构性的行情依然会火爆 就拿今天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市场 市场实际上是下跌的一个幅度也是比较大 而且从板块的一个角度来说 大概三分之二都是下跌 甚至还超过啊 但是上涨的当中呢 我们看到已经有新面孔 你比如说这个卫星互联网 今天上午呢 就市场在比较疲软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就冲了出来 当然这个下午呢 这个涨幅呢 是被收窄了 但如果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反应 那我想我们就要关注了 我们接下来呢 还是从资金啊 这个市场的一个风格 以及板块的一个热点 这三个维度 来看看今天市场的一个情况 那首先呢 看一下市场的一个成交情况 那今天跟昨天相比 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萎缩 这对市场止跌是有帮助的 但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北向资金 今天是小幅流出了四个亿 但这个呢 是如果分成上下午来看的话呢 很有意思 尽管上下午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中间啊 就是北向资金的一个合计啊 是差不多的啊 但是上午的时候呢 这个户股通这一块 是持续流入 持续流入呢 甚至最高的接近20个亿 大概十七八个亿板啊 但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撑不住啊 有回落的一个现象 但是呢 深谷通这一块呢 好像是一个反向的 哎 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啊 他在流出的时候呢 哎 下面是在流入啊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今天很有意思啊 所以我们感觉上啊 北向资金 在有些市场当中 你比如说 创业板今天上午是 横横下跌以后啊 哎 觉得跌了多了啊 北向资金又开始进来 上午的时候呢 因为昨天我们可以看到 户股通这边啊 户市这边跌得深了 今天资金又回来了 但回来呢 不够坚决 那我想 也许跟消息面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啊 那么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南下资金呢 是流出的一个现象 是比较明显的啊 而且是几乎是 一路流出的一个状态啊 再来看一下 市场的一个风格的 一个情况啊 那今天市场的一个风格呢 不再像昨天一样啊 大小呢 是完全粘合啊 而是从上午啊 前面半小时 就分出了胜负啊 这个胜负呢 最后呢 是这个半小时尾盘的时候呢 就我们可以看到 是小盘股是略略胜出 略略胜出 而这个大盘股呢 在之后就产生了 明显的一个分化啊 但分化之后呢 两者还是一个 同步的一个走势啊 没有出现啊 分化以后连续分化啊 加大这个距离的一个缺口 没有啊 那么这是市场风格的一个情况啊 来看看市场最后 涨幅居前的有哪些啊 涨幅居前的有开采辅助 地理信息 植物蛋白 可蓝冰 中石化系啊 那其中呢 地理信息呢 也是跟所谓卫星互联网啊 卫星地图相关的一个板块 那么此外呢 下跌的今天啊 跌的比较狠一些 而前五个下跌的啊 从快充概念 整车 磷酸铁理 固态电池 以及盐湖底里 无一不合新能源汽车啊 无一不适合啊 新能源汽车当中 锂电池这个汽车有关啊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是市场的一个啊 受到了一个重创啊 那么这是护生板块当中 涨跌幅的一个情况 再来看一下 各个指数的一个 前十大权重的一个情况啊 那我们首先看到 客丧板的前十大呢 是三家涨 七家跌 涨的三家当中呢 其实涨幅只有户归产业啊 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 那么其一两家呢 基本没什么涨 而下跌的像金山办公啊 这个华西生物啊 还有华伦威石头科技啊 跌幅呢 都是超过3%的啊 来看一下创业板 我今天创业板呢 指数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滑呢 我们觉得跟前十大权重股 齐刷刷下跌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几乎没有是跌幅小于3%的啊 只有一家吧 自飞生物跌幅是小于3%的 其余跌幅都是远超3%啊 甚至呢 像您的时代啊 一维里能 这也是跟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啊 那么今天呢 在创业板的前十大权重当中 跌幅也是遥遥领先 再来看看主板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主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涨跌加速的时候呢 前十大涨跌加速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刚才北向的啊 上午的一个流露啊 其实跟这个还是有关啊 只有三家是下跌 那其余的银行啊 保险啊 都是普遍有上涨 那么另外呢 中国使用也涨了1.53% 再看一下深圳主板的前十大啊 深圳主板前十大呢 只有两家上涨上涨啊 另外呢 有七家下跌啊 洋河呢 是平盘 当然在这边呢 我们也看到像比亚迪 跌幅呢 也达到了9.18% 那么看来呢 今天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啊 普遍都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请出两位 来到场内的一家宾 一位呢 是徐史龙啊 另外一位是周小刚啊 两位好啊 那么在正式请出两位之前 我们先送出一个福利 全新升级的有看头家来了啊 下载有看头家呢 可以让投资大有看头 新版APP 包罗大咖 情牛秘籍和实用看盘神器 让您足不出户 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直播啊 同时呢 还可以看到我们嘉宾 在盘中对于市场的一个看法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抓紧下载正版有看头家APP 有看头家 祝您牛年投资顺利啊 那回到产内我们要跟两位嘉宾来探讨一个问题啊 那市场出现急跌短期 可不可以抄底啊 我们先请出周小刚 我是 针对就是明天消息面落地以后 我会做出两种操作上的一个选择 有两种操作上的一个选择 对 待会展开跟我们聊的时候 好的 好好聊一聊啊 那徐世荣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我认为我的观点是不具大盘调整 三千五百点为强之声 六月下旬大盘继续涨回来 嗯 好啊 那这个徐世荣的那个观点呢 也是非常的一个干脆 不具调整 反而呢认为现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如果真的是能够涨回来的话 那确实 那涨回来 现在这个幅度也会比较的一个舒服啊 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嘉宾在有看头加上的一些这个观点啊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张呢是白影节啊 在昨天呢给出的一个观点 本周是有望先意后扬 主板下行的空间已经有限了啊 那这是昨天晚上给出的啊 那么徐世荣呢在今天早晨八点多的时候呢 给出的一个观点 大盘趋势是转弱 三千五百点将构成极强支撑 另外广敏呢是短期将考验三千五百点附近的一个缺口啊 也确实啊 事实上到了这个位置 顺势去考验一下啊 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 那老元呢在今天八点三十分的时候呢 是给出的一个观点呢 是继续关注芯片啊 半导体啊 以及5G家啊 等等的一个概念啊 那么这里5G家呢 也包括啊 卫星互联网 陆毅给出的一个观点呢 是短线 低声有反弹需求 但是第三遍啊 要留现金啊 已经是连续今天是第三天了啊 提到要留现金 那么 丁伟明给出的一个观点呢 是回避高估值的一个品种 清仓关注 主板 低位 蓝筹啊 两个定域不要忘了啊 不要光看到蓝筹啊 那还有个建影的一个观点呢 是指数选择回落啊 控制仓位 关注化肥 电力以及金融等的一个表现 王立华啊 今天给出的一个观点呢 是反弹不改调整的一个结构 关注新能源车产业链和互联网医疗啊 那么这是我们几位嘉宾在有看头加上发表的一个观点 那么回到场内 我们来一一请出两位嘉宾来聊聊对市场的一个看法 我们先请出徐淑龙来有请徐淑龙 我对大盘呢 是这样看的 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一张图啊 这个上升指数呢 这基本上是近一年的这样一个走势 这个走势呢 基本是呈现了一个漫牛的一个上扬的这样一个格局 那么对于目前的这样一个下跌 其实呢 对于我来说呢 是有一定的预期的 首先我们看这个三个箭头 第一个箭头呢 是从5月11号的最低点3384点70点 到5月27号的最高点3626点36点 那么这两个点位加在一起除以2 正好是3500点 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 那么对于大盘的这样一个走势 那肯定是正当上扬的 所以这123三浪的这样一个结构 二浪的回调 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中间位 也就是说涨一倍 然后回调一半 三千五百点只要能够守住 不被有效的击破 依旧还是处于一个漫牛上升的这样一个格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来看 最近三个交易率的下跌 那么下方的一个成交量 也是出现了一个逐步萎缩的状态 也就是说再往下跌的话 其实下跌的动能是在缩减的 但是这个缩减呢 也没有缩减的非常的厉害 依旧还是维持的两次加起来 目前应该还是有9000亿的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正好 也就是说我们说不能缩的太少 缩的量太少的话呢 那就是基本上阻力又走了 不在了 那现在阻力还在 那么上升放量下跌缩量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洗盘的这样一个动作 第三个我们再来看两根均线 一根均线是60度均线 一根均线是半年线120度均线 基本上也是在3500点这边有一个强大的支撑 还有一点就是下面还有一个缺口 也是在3500点 所以这三个交易率的一个下跌 我认为是个快速一步到位的下跌的这样格局 如果说这三个指标所共振出来的这样一个支撑 在后市能够得到反应 也就是3500点不被有效击破 然后恢复性上扬的话 那么6月下旬再一波反弹的行情将呼之跃出 那么为什么前面讲这个最近的三个交易率 是我的意想当中的呢 因为我每天都在这个统计北乡资金的数据 大家来看下面站BBD 这两边的数据左边是净买入的 右边是净卖出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的区分 左边大部分是黄颜色 黄颜色就是体材和高科技的一个个物 那么说明其实盘中是有很强的赚钱效应的 右边大部分呢至少一半是红颜色 红颜色呢就是权重 那么从这个资金的流露和流出的对比上来看 那么就很明显 因为资金大量卖出的是权重 所以对大盘指数的下跌 就形成了一定的一个预期性 那如果说再往后每天我们再进行计算的话 如果发现红颜色慢慢的开始进入到左边的流露状态当中 那么大盘指数也就止跌了 那么当然这个后话我们后面继续来看 那么对于整个一个大盘的一个走势 因为我是只看北向资金的 对于我来说我不太关注这个阳线跟阴线 当然这个是一个可看的方向 但这不是我主要的方向 那么大家看下载PPT 今年2021年6个月 6个月就北向资金数据而言 均是呈现了净买露的一个状态 包括6月份到目前为止 今天16号也就是整个6月份才过了一半 连续的下跌可能大家已经觉得这三根的阴线 已经是杀出了很恐慌的感觉 但是对于北向资金而言依旧还是净流露15个亿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每天看着这六根柱子 而每根柱子都是红颜色 我无法得出北向资金在这里能够全身而退 完全从这个市场里面出去的这样一个结论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能是更多的一个是调仓换股 因为大家都知道6月份是很多重要指数的一个调仓换股日 那么对于北向资金而言 它也有一个调仓换股的这样一个需求 那么在这样一个 那么就让他们调仓换股完毕以后 我相信后面新增的那些标的依旧还是会被北向资金连续的加仓 那么调整完毕之后 我相信后面的北向资金依旧还是会持续的 甚至是大幅度的加仓回来 那么最后一张图也是我对目前整个一个市场非常信心的一个主要的语言 大家来看 我统计了一下北向资金6年半最早是从2014年的年底开始的 这6年半的时间里面 我们所看到北向资金是连续不断的创作新高 他们并没有去退却 而是连续的加仓 加仓的幅度时间长度达6年半之久 目前累计进买入也就是进入到A股市场里面是1.4亿万亿 进入拿着1.4亿万亿这些钱进入了A股市场 然后看累计到昨天他们的持仓量是2.56万亿 也就意味着在6年半的时间里面 北向资金所进来的这些资金已经增长到了2.56万亿 涨幅达到了81% 而且这种情况未来还将继续 所以在目前机构资金不断庞大的背景之下 我认为我们的大盘只会呈现漫游的向上的这样格局 而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只要是关注资金去了哪里 忽略大盘指数的一个涨跌 资金去哪里就是我们要去跟随的方向 好谢谢徐苏龙 从北向资金的一个角度 包括技术分析的一个角度 给出了一个结论 可能3500点需要守住 一旦守住的话 后市还有向上的一个动作 我们接下来请出小刚 来听听小刚的一个观点 有请 我刚才说了 就是实际上明天的一个凌晨一个消息面落地 实际上机构都是一个高度关注的 那我先亮明一下我今天的一个观点 对指数的观点 就是我认为沪生300指数 今天不是跌破60均线吗 后市还会有待一个确认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就是延续两周之前的观点 我是个人是谨慎看待 创业板指数的一个6月份的表现 因为创业板指数4月份和5月份 连续两个月走了两根越阳线 YK线的阳线 那我是个人是谨慎看待 创业板指数6月份的表现 理由实际上两周之前我说了 我对个别创业板指数的一个成分股 实际上我认为 在1万亿市值以上 我认为性价比已经非常非常低了 就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我刚刚谈到了 就是终点关注一个消息面的影响 那么实际上近阶段大家都知道 因为中报毕竟没到 但是创业实际上近阶段 出了一些中期策略的报告 我也看了几家 那么实际上大部分的创业 大概我看了90%左右的创业上 在中期策略当中多预期美联储会在今年的6月7月 或者是在今年最晚在今年的9月份 会给出一个减少货币自己的一个这样一个明确的信号 那么这个明确的信号 大家可能有些新陆式的投资者不了解 会对我们的美股市场 或者说我们的新兴市场造成怎么样影响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2013年 当时2013年的时候 美联储是在2013年的5月 给出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信号以后 在接下来一个月 引发的美国的时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的50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 如果这次美联储在明天给出一个明确信号 如果大家预期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也是像2013年一样 那么就可能这次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 接近到2% 那么我们知道 在今年的2月份 穿搬指数当时以非常比较快的速度 周线50因往下跌的时候 麻烦老人切到穿搬指数的周线 当时实际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一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一个快速的上行 那么当时我在2月份的节目当中 我也提醒了这样的风险 我因为当时说了 因为如果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快速往下行 实际上对高估值板块和高估值公司 实际上是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最大的 相对来说对一些高股序列的公司 这个影响是非常小的 那么现在大家为什么会预期呢 机构投资会预期最快要在6月呢 我也简单的讲一下 因为美联储实际上最关心的是两个指标 一个是通胀 一个是就业 那么从通胀指标来看 无论是从美国五年期的通胀预期率 还是从美国十年期的国债 十年期的通胀预期 一个是达到了2.7% 一个是达到了25% 2.5% 这两个数据都已经达到了 美联储在2013年发出一个减少货币刺激之前的一个位置 都达到这样的位置 然后一个失业率 失业率目前是降到了大概这5.8%左右 那么当时美联储在2013年5月给出一个明确信号的时候 失业率实际在7.5% 换句话说券商得出这样的预期 实际上是有完全的一个数据支撑的 所以美国如果美联储在明天早 我们的北京时间的凌晨 给出这样一个明确信号 我认为可能会引发 我们护生300指数 明天继续跳空低开 但是我认为明天跳空低开以后 会形成一个 在本周有关形成一个阶段地点 下周至少会往护生300指数的一个60级均线 做一个反出券 那为什么这样说 实际上这次我们的反弹很明显 刚刚穿盘指数 我说了 周线501以后连续反弹了12周 一直上攻到上周五的3320点 对吧 接近一个时间窗口 但是我说了 这次的之前节目我也讲过 这就是这次的凌涨指数 是创业板指数 那么相对比较弱的护生300 涨幅度差不多 那么护生300实际上 它的在之前的就是涨了10周 它就不涨 那换句话说 护生300从5378点 跌到今天5080点 已经下跌了300点 那么当时2013年的时候 对新兴市场的影响 大概指数在10%左右 那么如果我们这次假设也是10% 那么换句话说 这次的指数的位置应该 我说了 应该在4850点附近 也正好是我当时指数的一个 护生300一个大相提的下眼 所以我对指数的判断就是这些 好 谢谢小刚 把现实当中近期的一些 美国的相应的一些经济数据和历史上的一个数据 做了一个比较 给出了一个结论 应该还是比较幸福的 但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明天凌晨 我们来看看消息面 是不是尘埃落定 那对市场的一个影响 那明天就可以揭晓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送出一个福利 下载九方制度APP 领2021年投资白皮书 这里呢 有5G投资图谱 有新能源配置主线 还有军工年度策略 投资白皮书 聚焦5G新能源军工 三大黄金赛道 深度剖析 各产业链优质机会 祝您在2021年把握行业的趋势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请出场外嘉宾 薛广敏 来听听他对今天行情的一个分析 来有请广敏 今日两市大盘震荡下跌 旁边看 前期强势的汽车 锂电池板块大幅下跌 对市场人际产生较大影响 技术面看 今日股指收出光头光脚的中阴线 预计短期大盘将向下考验 3498点前期缺口附近 操作上 短期多看少动 等待市场起稳 好 谢谢广敏的一个分析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请出场内的两位嘉宾 来跟我们聊聊相应的一个策略 在请出两位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嘉宾在有看头家 锦囊上的一个情况 江崎呢 依然还是一个满仓的一个状态 仍然是基金和保险 基金和证券 但是陈宾今天是有比较成规模的一个减仓 现在只剩四分之一的一个仓位 两个锦囊都是留下了锂电设备 再来看一下许阿玲的一个情况 许阿玲依然是满仓的 目前是军工锂电汽车软件和电子 回到场内 我们来请出徐史龙 听听徐史龙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思路 来有请徐史龙 好 今天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平时是怎么去看 这个北向资金这个数据的 以后在有看头上 也会更多的石盘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么我累计了北向资金 60个行业里面 这10天北向资金增仓 最大的前10个板块 这10个板块里面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其中有一个煤炭资源和石油行业 你看这个2021年的涨幅 煤炭是在19.76% 石油行业是在12.66% 但是这年涨幅均是在5月和6月 5月的涨幅和6月两个加起来 基本上都在两个月完成的 那说明什么 说明北向资金 它就是一个高抛低吸的这样的过程 它一定会去抓低估值的底部的这些区域 那么从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给大家找到的是什么 目前加仓最多的10个板块里面 而年涨幅依旧还是在负数的那一个行业板块 通讯行业 那么通讯行业呢 我们来看到整个它的一个走势 近一两年时间里面 其实它是远远落后于大盘的 但是呢 在最近两个月 五六这两个月份呢 它的一个走势的一个陡峭度 跟大盘比起来 又是远高于大盘的 那就说明北向资金呢 在这里有一定的这个建仓的一个过程 那么从通讯行业的目前的一个估值来看 以及基金增仓的情况上来看 目前都处于一个历史的一个低位 大家看这张图 通讯行业它目前的一个估值 现在是处于十年的一个低位的一个区域 这跟蓝颜色十年 到现在目前还是一个低估值的一个区域 而从机构的配置角度上来看 目前也是在低位 当然这张图的一个低位是计算到一月份的 那么很明显 四五六这三个月肯定是有机构资金 在这里不断的一个加仓 那么从它的一个这个行业数据上来看 很明显的通讯行业在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 它的一个营收以及它的扣费归母公司的净率论 都是呈现了逐步向上的这样一个格局 那么2021年大家做的是一个5G落地之年 也就是说5G的应用 以及万物互联的这样一个需求 使得整个我们的这个全新的产业链 得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发展 而目前该行业 它的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因为需求的增加 所以它也能够维持较快的一个增长 那么重爆业绩在机构投资眼里呢 预期是非常良好的 而整体的估值整体依旧还是在低位 所以呢这个估值的修复是非常强烈 那么从北乡资金数据上来看呢 很明显在最近的一两个月出现了持续的一个超级的迹象 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在加快布局下一个起爆的一个机会 对于我来说我前面也讲过 我对这个北乡资金 我更看重的是它的一个资金流露的额度 以及他们的一个成本价 所以看到最后一张PPT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通讯行业 整个目前的一个走势处于一个底部逐步抬高 因为长期的一个底部 起稳之后有一个逐步的抬高 但是这个抬高的下方已经显示出北乡资金在最近7个月的时间里面持续的一个创出这样的新高 所以目前来说这个北乡对整个通讯行业的一个持仓量已经达到了7个月的历史新高 就昨天而言 昨天大家看到整个一个大半指数是大跌的 那么北乡资金就这个行业板块一天竟流露8.55个亿 那么我们如果说明天继续看到北乡资金对通讯行业继续增持的话 那么通讯行业其实就是北乡资金机构资金在不断加仓的一个方向 好 谢谢徐述龙 确实北乡资金从基本面包括北乡资金的一个偏好角度来看 目前好像确实有点起色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小刚了 听听小刚的一个操作思路来有请 目前是这样的 就是我的操作是这样的 就是操作上我实际上进几个交易的时候 实际上我锁定的部分盈利 这主要是针对的一个新材料行业内的一些个别的公司 我锁定的部分盈利在等待一个买入的机会 第二点就是我继续从中长期来 我还是继续关注新材料行业链当中的这部分公司 因为这部分公司的未来三年的成长性 实际上还是可期的 那么第三点就是底仓我现在持有的 就是我现在目前这张当中底仓持有的 比例最高的实际上是股息率比较高的一些公司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说了当时二月份的一次 创判指数的一个快速的下跌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是高估值板块和公司下跌的比较灵密 但是当时意识上涨的恰恰是这些高股息率的 低失影率的这些公司 那么目前我底仓是布置在这里 我说了明天因为这个消息里面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一个明确释放出信号 第二种就是继续没有给出一个明确信号 那么如果没有给出 刚才我说了明确信号会怎么走 那么如果没有给出一个明确信号 明天实际上互生三排指数大概率是明天是越位的一个挑坑高开往上走 直接去往六四级均线去做一个 确认的一个这样的动作 而且明天如果没有给出一个明确信号 那么明天的一些成长性的板块或者一些近阶段 大家认为就是中报比较预期比较好的这些行业板块指数 我认为明天应该又是在行业的百块的涨幅宝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芯片概念板块指数 今天刚刚是自3月25号以来的第一天的下跌 实际上有些板块指数已经调整了将近三周了 但是像芯片这次的一些反弹当中的风调板块 实际上刚刚调整了一天或者有些调整了三天 所以我说了根据消息面明天早上凌晨的一个落地 实际上我的操作实际上是分两种 第二种我刚才说了如果给出一个明确信号 那么明天我更倾向于明天指数往下跌的时候 要么是买芯片300的1TF 我不会买创业板指数的1TF 要么就是买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股息率高 适应低的这种公司 我会这样的 就是我现在针对明天的相片不同 我会做出两种不同的一个操作策略 确实实际上今天盘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银行股等等 这些高峰红的一个板块 已经开始有所递动 可能就是对着这个消息落地的一种预期 对尤其是一些A加H的公司 这些H公司更多的时间是在机构投资者 在我国香港市场在交易 实际上更反映了对明天一个消息面 落地的这样一种预期的一种 机构之间的一个博弈行为 好 谢谢两位对市场 这个接下来一个操作思路的一个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石教鱼 听听石教鱼对于今天行情收盘以后 它是如何来分析的 来有请石教鱼 上阵指数在3600点附近横盘整理13个交易日后 调头上下 在昨日和今日连续破掉10日线 20日线等关键点位 凸显近期走势的是一个弱势 我认为目前指数回补 3500点附近缺口概率较大 未来补上后才会放心大胆的上攻突破 综合判断 目前市场还是全走赶快 快速轮动的一个阶段 冲高时可以适当减少点仓位 中线还是回归业绩 中暴临近 订单量业务量 还是上市公司 股价的一个核心支撑 长线还是配置银行板块 水电环保等公共事业板块 好 谢谢石教鱼的一个分享 那么实际上我们很多嘉宾 在有看头加上 都有相应的一些点金课程等等 都会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并不是全部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有看头加来了板块 那么今天要请出吴州 我记得上一次吴州来的时候 也是跟我们指点了一些 很好的一些行业当中的一个机会 不知道今天 吴州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一下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加来了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吴州 谢谢老远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加 我是吴州 指数连续三天的调整 仿佛有一种风雨欲来三满楼的感觉 但是我们从盘面中可以看到 今天各股涨低比例依然还是在3比7左右 说明目前的市场并不是一个全面普跌的市场 依然还是存在的结构性的机会 那在这样的行情中 前期为大家分享的一些板块表现如何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张PPT 6月1号晚上我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电子设备板块的投机会 当时提醒板块指数刚刚突破250均线中央压力位 上涨空间已经被打开 近期虽然受大盘的影响出现一些调整 但是我们看到它一直维持在250均线上方横盘震荡 说明目前依然是处于一个上涨中继调整的阶段 当时和大家分享的电子设备板块中 有机构资金和北上资金合力增持的品种 近期逆势表现也是非常突出 更有一些品种近期最大涨幅在20%左右 那接下来除了继续关注电子设备板块 第一期布局的投机会 还有没有其他值得关注的方向呢 市场调整的时候 主力资金又在偷偷关注哪些品种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张PPT 我们看到AI概念板块 从去年7月中旬开始一直到3月底 出现了为期8个月的大幅调整 随后板块指数触底反弹 并在5月中旬成功突破下降趋势线的压制 从近期走势来看 板块指数是沿着12均线震荡上攻 虽然今天盘中出现了回踩 但并未跌破12均线 量能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萎缩 说明整体板块趋势没有走坏 板块人气也依然还在 最近10年来 AI产业几经沉浮 经历了热炒低谷灾道复苏 尤其是在去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下 居家时间增加带来了微压设备销售的爆发 而随着苹果等大厂陆续加大投入力度 以及潜在爆品即将进入市场 2021年已经被视为是 AI产业迎来拐点的重要一年 中信箭头也认为 AI产业是运量了5年以上的行业 随着硬件的迭代离爆发也越来越近 国内企业在AI行业的研发项目 已经资本投入增长非常明显 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经济效应 行业已经进入到了快速增长的阶段 长期看好AI产业内的公司 那具体主力资金近期关注了AI板块中 哪些个股呢 今天我们为您整理的份名单 详细的梳理了近期有5个交易日 主力资金净流入 并且形态走强的一些品种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免费的领取 好了今天的行业之后分享 就和您先来到这里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老员 好 欢迎回来 今天市场又产生了一个节点 短期这里是不是可以抄底 就这个问题 我们跟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个投资者 正在展开一个交流 咱们抖音上的投资者 也可以一起来参与 参与的时候 请写上简单的一些理由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来揭晓单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内部消息 利好 快买进 我哥说 公司放弃重组 快买出 快买出 放弃出 大人 真假消息 不如看透行情更安心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当下行情 常常犯难 想抄底 怕行情再下台阶 想换股 手中股票 一身套 再看看 又怕行情 反弹踏空 怎么办 当下阶段 你更需要理性交易 盲目抄底 不可取 现在就将帮你解决问题的 底部思维交易法 免费送给你 从四大维度 提升你的交易能力 现在立即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 现在扫 马上就能免费领取 拿到底部思维交易法 你会发现 它可以帮助你选出 穿越牛熊的低估值板块 教你快速找出 反弹持续性较强个股 同时识别出起涨点 还可以实时监测资金流向 从四大维度 助你把握当下行情 避免踏空 简单易学 尽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免费领取 抢先使用 底部思维交易法 早一天做聪明交易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弥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本节目由十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微信联联看 当下的市场 哪些板块值得布局 我们来分享一下 微信平台上的留言 目前的市场 仍然是存量资金博弈 A股仍以结构性的行情为主 机构在市场占主导地位 一些超级题材在今年会反复的表现 目前的市场临近半年爆的窗口期 在接下来的行情里面 大盘的走势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手中个股的业绩 中爆行情会有表现的行业 有周期半导体芯片和军工板块 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分享您对于A股市场的看法 接着请袁建新 为我们揭晓今天微信的投票结果 欢迎回来 市场出现了一个急跌 该不该在这里出现一个短线的反弹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投资者 是如何选择的 我们提供了三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可以进行一个抄底 46%的观众选择了这个选项 B选项是不可以 38% 其实这只差了八个点 四个点 那么第三个是不好说 有16%的观众选择了这个选项 另外对于嘉宾的观点的一个支持度 我看了一下是徐世荣更高一些 再来看一下留言 一位观众说 大盘今天调整 主板有权重股的一个表现 跌幅不大 反而是这波反弹先锋 创业板指数下跌4% 创出了近期最大的一个跌幅 这是三月份这波反弹以来 创业板第一次跌破20均线 这是需要重视的信号 这是第一位 第二位说 今天上证和创业板都收了一根大阴线 短期不要期望有多大的一个反弹 即便这位置有反弹 后面都还会反复探底回踩 短期指数不出现长下影线之前 不要基于出手抄底 这是两位观众给我们的留言 我们稍时休息 再回来 在明日抢先报当中 再来跟大家聊聊 市场目前指数跌到这个位置 走势上如何来看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王哥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炒股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买卖不定的时候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今天送给大家这套 智能炒股系统 多空电波 是一款辨别买卖 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当底部出现红色时 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 多头出现积极信号 可以开始关注 股价上涨 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 这是空头预警信号 要懂得规避风险 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到手使用了 3000多只股票 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 同时配套了强势买点战法 配合多空电波 寻找强势品种发出的启动信号 按理分析 跟盘操作 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 现在扫码领取 不管你是新手 还是老股民 都能轻松上手使用 看准机会 轻松交易 快来领取你的交易利器吧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古论经节目 扎老师选错了就上九方之头 在周四的操作当中 我们该留意哪些领先指标呢 接着就跟随远建新 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欢迎你回来 我们从上证指数开始 那么今天指数是平开 之后有一个象征性的 一个弱势的一个反弹 之后开启了缓缓下跌的一个走势 今天下跌的一个走势 跟昨天完全不一样 昨天是快跌了30分钟 局域时间都是横盘整理 今天大部分时间是缓缓下跌的一个走势 今天从盘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是把30天均线应该在这里一个位置 跌破了 然后几乎把5月25号的一根大阳线 几乎全部插去 收了一个数量的一个大阴线 整数关附近也就3500点附近 应该有所支撑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今天是发生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月转空周转空日线是空头的一个趋势 应该保持观望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3499到3533点 那回过头来说 今天这个连续三根阴线之后 有人说三天插去了这个上涨 一个月的一个努力 那我想这可能是在感官上把这个放大了 其实如果说从起点的一个位置来看 是在这一天 是最低是3384点 3384点开始上涨的 一路上涨到这里 差不多是最高位置 最高位置可能是在这里 那么这个位置是3626点 涨了有13天 之后现在的一个调整 也是13天或者14天吧 但这个调整呢 只是差去了这上涨的一半位置 其实真正意义上来说呢 这根大阳线到现在为止 花了半个多月的一个时间 才刚刚要消化完 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 目前的一个市场 依然是一个多头的一个市场 当然明天非常关键 这里呢 有半年线 有60天均线 以及这里的一个缺口 如果守不住 那未来这个位置就会成为一个压力 当然这我们是不太希望看到的 从一般一波下跌的一个角度来看 也不太可能一下子就连过这么多关 而不出现一个反弹 所以在这位置出现一次反弹 应该说也是一个大概率 这是上涨指数 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 创业板呢 今天是一路下跌 盘中呢 一度出现了一个快跌 把5月25号的 这个缺口的位置呢 把它补掉了 跌破了四根短中期的一个均线 五天十天 二十天 三十天 今天一根大阴线 跌了4% 全部 这个是跌破 收了一个放量 超大的一个阴线 超大阴线之后 会否走出一个止跌的一个结构 是值得关注的 那其实 如果从 这一波 从这里开始的一个行情来看 每一次比较超大的一个下跌 超大下跌以后呢 都会出现一个止跌的一个结构 这一次会不会 那我想我们也得拭目以待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目前也是发生了一个变化 是月转空 周转空 日空的一个趋势 应该要保持观望 明天的一个参考播动区间 三千零七十六到三千一百五十九 那有人说 他已经把这个缺口 以及五月二十五号的一个阳线 已经给补掉了 是不是比上证指数更弱 其实也未必 只是因为今天跌幅过大以后呢 造成一个感觉是这样 因为他之前的这波上涨 跟上证指数是不同步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前高的位置在这里 从目前来看 他现在还没有跌到 所以如果从位置感的一个角度来看 从走势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他跟上证指数是差不多的 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一下 那回过头去看一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的高点是在这里 所以两者之间相差并不大 这是明日抢先报的一个内容 我们明日抢先报的一个内容呢 现在呢 也已经放到了有看头家上 大概五分钟之后 你就能够看到相应的回看 欢迎大家下载有看头家 来收看我们盘中的一些节目 我们稍息休息后呢 再回到场内 再来请出两位嘉宾来聊聊 接下来如果出现反弹 会如何操作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加值一算 今日要高低 开火业 今日一开盘 不要动啊 男生的股神 还是要靠学习来进去 撑我了 脚风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要装修的业主注意了 极家警装 联手护上知名装修节目 超级装 推出619 学会店开业 大优惠 赶紧拨打官方热线 58882228 或扫描二维码 强定优惠名额 仅限一天 限量100名 凭电话预约码 到店领取千道例 装修美灵感 来现场找靠谱设计师 超级装节目 明星设计师助场 提供一对一设计服务 材料怕杂牌 来现场亲自挑选 国际品牌建材 专属客服一对一陪同 集团化采购 价格学会 正品保障 客资619新店到优惠 五大五星级服务 免费送 开花宝洁 送 精装收口 送 空气检测监理 送 第三方监理验收 送 全无智能化 送 让你终感安心 住得舒心 赶紧拨打官方热线 58882228 或扫描二维码 凭电话预约码 到店领取千道例 限量100名 仅限一天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离心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做股票最怕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那做股票到底看什么呢 基本面吗 可看了基本面 知道它会涨 但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涨啊 技术面 可是指标太多 准确率不高啊 资金面吗 可等看到的时候 都已经滞后了 嗯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哎 对了 前几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的龙虎榜战法 是时候拿出来领教一下了 如果有一样困惑的朋友啊 可以即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一份独家龙虎榜战法 全方位分析两式龙虎榜交易数据 让你及时了解主力动向 研究好游资的选股逻辑 择式逻辑和它们离场时机 跟仓位控制 当然了 还有热点短线机会 主力的操作手法 机构交易席位分类等等 内容风俗简单 一学一懂 赶快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吧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 买哪只 涨点吧 涨点吧 搁不搁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之头 是战派股票学习品牌 好 欢迎回来 如果接下来 出现一个短线反弹的话 应该如何操作 可能比较好一些 我们来听听两位嘉宾的看法 我们先请出徐世龙 还是看资金 对于我来说 我不看阴线 因为阴线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只看阳线 如果是止跌阳线 那就是建商的行为 如果是大阳线连根拔起 那就是卖出的行为 这就是北向资金 操作的一个逻辑关系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就看资金目前连续在市场里面 那它就是有一个去的一个方向 如果是属于一个进流路 或者进增仓 那这个市场就是一个慢流的格局 就是不断地去寻找他们进的一个方向 以及他们进的这个方向 是不是还是成本下 如果是成本下的 那么看见止跌阳线 就是我们建商的一个机会 如果说已经拉起来了 那么要跟随着北向资金 一起做一个高抛的一个动作 所以对于北向资金来说 你还是要区别板块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对 那看来看北向资金 还不是完全看资金 还得看看形态的一个角度 来分析一下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分半钟的一个时间 我们来听听小刚 操作的一个想法 我说了 我刚才说了 操作上时间是根据消息面 我自己个人会做出 两种操作的选择 第一种 给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那么明天指数 大概率是 胡森300指数是 调工地开以后 在本周形成一个阶段地点 那么我可能会考虑 要么是分低阶段 胡森300指数一天 要么就是我刚才说的 适应率低 但是股需率高的这份公司 因为之前 两月份这一次下跌过程当中 这部分公司实际上是 逆时上涨 第二种 明天不给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那么我 但是我还是不改 两周之前 我对一个创业盘指数的判断 我认为 我是谨慎看待 创业盘指数六月份的表现 那么如果不给出明确的判断 明天大概率是指数 越微跳空高开 然后就是一些成长性的行业 继续表 出现在一个板块涨幅的潜力 但是我要强调一下 这些板块也好 或者我个人认为的 风向板板块也好 自3月25号以来的涨幅 实际上是远远跑赢了 胡森300指数 实际上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 当然没有像 李定池龙头这么夸张 但是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位置 就是你如果明天 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去放很大的仓位去 追找的话 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智力的城市 人人都能享受品质生活的城市 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的城市 人人都能拥有归属任鸿的城市 从诞生地出发 追寻信仰的力量 在青春龙华里 感悟不变的初心 千秋伟叶 书写奇迹和辉煌 光影百年 闪耀光荣与梦想 深入到基层 为人民服务 全媒体行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